不同投资产品的一种本质特征不一样 比如说像要简单的股票 要简单的国债 交易员的存在的话 它要么就是去撮合客户 来完成一笔大胆的交易 或者说它自己根据它自己的 这一套理论投资策略 去完成基金的一个盈利 后来这个量化兴起了之后 因为风险实在是太复杂了 这种情况 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 这种比较复杂的price model 其实就是去分析复杂的衍生品 它背后的一些风险的因素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金市角 我是坐标Boston的Elan 上一期呢 请到了Charles和Selina 跟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债权基金的这个话题 那我们也知道Charles 她是这个 从事这个量化研究 在量化债权基金方向 那我们也很好奇 其实这一块算是矿产嘛 也算是美国比较火的这一个项目 我们也很想了解 这一块量化分析的日常是怎么样的呀 这样的一个MFE的这个项目 就业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又请回了Charles 跟我们聊一聊这一块的内容 哈喽Selina 哈喽Charles 嗨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哈喽Selina 你了解国内这一块的情况吗 就关于量化交易这一块 就是最近听闻啊 就最近两天啊 然后国内有很多很多人 在讨论量化交易这个问题 然后好像有很多 甚至是我那些在这边美国工作的量化交易的朋友们 还说到了在国内爸爸妈妈的短信 说哎呀怎么怎么就很担心啊 或者是觉得好像有点对量化分析有点误解吧 我觉得很想听听那个Charles来分享一下 量化研究员量化分析这方面 日常是什么 然后主要做些什么 也希望给大家解释一下量化交易 不是在国内所谓的那些误解吧 还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话 认识很多很多的量化分析员研究员 因为这在金融行业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也知道很多在这边的华人 在美国的华人 很多人都是同时做量化分析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用处很大 并不觉得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也对股市或者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有任何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 想和大家一起讨论 对其实是这样的 我前段时间回国嘛 的确父母对于投资这一块的焦虑 我也感受到了 因为以前其实国内的这些 你随便买一个基金呢 一些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都是赚的 但是今年似乎收益就没有那么好了 就是普遍会有一些这样的焦虑 然后我也跟一些朋友 量化交易的这个朋友 国内的朋友聊一聊 他们说国内是没有beta可以赚的 就这个市场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但是我觉得在国外的话情况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不管是就业啊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新的一些工作 在网上招人啊 这样的信息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也很想跟Chelph交流一下这块的内容 你这边每天的工作日常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我也很好奇 好的好的 然后我想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就是像我的话是以前在国内读的本科 然后在美国这边是读了一个金融数学的硕士 然后目前是在一家比较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 做矿的做量化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是有六年的工作经验 然后像刚刚两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量化的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基本上也是比较类似的 或者说我个人的一个比较可能业内人士的一个理解 就是说其实量化它也有很多种不同的一个工作方向或者工作内容 然后具体每一个公司它是怎么去做一些量化方面的东西 其实也受到一些监管啊 或者是可能自己公司本身的一些盈利策略的一些影响 所以在国内的一些环境 如果说它监管可能会有一些漏洞 或者说一些公司它确实比较激进的话 它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 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就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要靠监管本身去实际的去深挖 它到底有没有去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助长杀跌啊 或者说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大盘股价的这样一个行为 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在这方面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之前 我觉得还是不能够武断的说就是说整体的这个量化 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各种这样的情况 然后就是回到我本人的一些工作的日常的话 因为我是在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工作嘛 就是我们像我们的一些主要的产品就是一些公募基金 所以我们的工作会是和公募基金的这些基金经理啊 和他们的交易员呀 他们的这个日常的需求会紧密相关 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是在一个债券基金的一个变化分析师的工作岗位 我主要的工作可能大致分为两类吧 第一类就是关于各种不同债券的一些数据啊 或者是一些定价风险分析 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些相对应的一些模型的一些去校对啊 或者说是一些新的一些模型的一些开发啊 我们会和我们相关的团队去沟通去测试 有的时候甚至一些模型 他会从一些academic paper的角度去寻找一些思路 去开发一些新的这种定价模型 然后像债券这一类的定价模型 因为我是在一个债券基金嘛 所以每一类的债券的话 他会有一个我们内部本身的一个定价模型 然后这个定价模型 他其实每天晚上他都会去算一些这种 用作基金管理的一些数值 比如说他的这个 比如说像我们得到一些数据 可能会是一些价格啊 会是每日的这个成交价啊 但是换到债券本身 他的一些风险的一些特征 我们可能会想要知道一些 他的这个收益率 Yield是多少 或者说他的这个价差Spread是多少 或者他的这个97Duration 或者他的这个Convexity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的话 就是对每一个债券 他就需要一个债券模型 去放入他的这个Price这个价格 然后来Output 得到他的各种不同的风险因子 然后不同的风险因子 从每一个债券上 在总和到一个整个一个基金 一个Portfolio的一个level 那么就可以得到这个Portfolio 整体的一个风险的表现 那么这个也是每天就是基金经理啊 交易员他们会去主要关注的 或者说主要去管控的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第一类大致上就是定价 然后第二类的话 就是第一类除了这些之外 一些比较琐碎的比较具体的一些工作 可能比如说一个交易员 他可能根据他的一些日常的交易的需求 他可能会要实时的指导一些数值的一些运算 那么可能市场上的这种vander啊 各种vander啊 各种数据提供商 可能没有一些足够customize的一些工具 让他去满足他每日的这个日常工作的需求 那么这个时候像我们这种矿呢 就可以去用比如说excel啊 或者是一些编程的工具啊 去写一些各种各样的小工具 来提供到交易员手里 然后交易员可以用这些小的工具 去完成他们每天的各种各样 那些小的这种计算的需求 然后像第二类的话 就比如说可能不完全是由交易员 或者是基金经理主导的 可能是根据矿的量化人员 他本身的一些这种了解 本身的一种这种树里上面的一些 和金融市场这些结合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solution 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想法 可以帮这个基金 不管是从管理层面 还是从投资层面做的更好 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 基金的一个组合优化 或者叫portfolio optimization 然后optimization 他其实主要做的就是 借鉴一些运筹学方面的 一些优化的工具 来apply 来应用到这个基金组合管理上 那么最后做成了一个tool 一个工具 它的这个input 可以是现有的一个资产组合 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参数 一些parameter 比如说各种风险暴露 你是想要高一点还是低一点 或者说你的不同的一些 打个比方行业的这个 这个风险暴露 想要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这种诸如此类的参数 你可以去调节 然后最后扔到这样一个 优化的这个计算器里面 它会给你算出来一个建议的 一篮子的交易 然后这个时候交易员或者说基金经理 他就可以去参考optimizer 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来决定 是不是可能执行一些交易 会让他们这个基金 从风险或者收益的角度会变得更好 这个算不算 这个算不算machine learning 这个不算 一种 这个其实不算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其实还有一类 就是刚刚我也想说到的 就比如说 因为像我的话 是在资产管理公司 就是我们的公募基金 它其实主要的决策者 还是基金经理 还是这种传统的人为的基金经理 但是如果说像现在还有一类行业 他们比如说是叫做 国内的一些量化私募 或者说美国的一些这种量化公司 一些这种矿的方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决策者 其实就是一些矿 然后像他们会用很多 这种machine learning的这种技术 会去寻找一些signal 或者寻找一些factor 然后做一些这种因子化的投资 然后每一个基金的组合 它可能会根据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投资团队自己的决定 会可能决定有这么一些factor 一些因子 然后根据他们一些量化的模型 可能会用machine learning 或者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模型 会去算一些expected return 叫做预期收益 然后根据预期收益 再去比如说可能也用一些optimizer 去算如何去优化成一个portfolio 然后可以去构建一些这种资产组合 或者是去做一些交易 去让这个资产组合达到一个更优的状态 但是更优的状态都是每一个投资团队 根据他们自己的一些信号 自己的一些因子去做的决定 对 我们之前我也想了解的就是 你刚才也讲到了 我看因为在drop market的时候 很多小伙伴都会摸问这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是trader做的事情 什么是quant researcher做的事情 那你就讲了不同的公司好像不一样 有的就是量化研究员特别重要 感觉他们会有自己开发自己的交易凑列和模型 取决于继续算法等等 继续学习等等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交易员已经有一个想法 然后去让研究员去用数据等等 或者是去实现它那样 那还除此以外还有其他日常吗 就差不多是这些 我觉得可能也根据不同投资产品的这种 这种本质特征不一样 可能也有些不同的需求 就比如说像一些就是传统可能历史很悠久的一些比较普通的 也不能说普通吧 就是说它的这个衍生结构比比较平的 不是那么复杂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像比较简单的股票 比较简单的这种国债 他们的这些交易其实很大程度已经电子化了 那么这种时候如果说这个交易员的存在的话 他要么就是像投资银行的一些sells trading 他会去撮合客户来完成一笔大胆的交易 或者说他可能自己会有一些这种比较有主见的一些投资策略 然后他可能自己会更偏向一个portfolio manager这样的类型 就是说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这一套理论 这一套投资策略 他可以去完成一个类似于一个基金的一个盈利 所以他这种会比较偏向一个基金经理这样一个角色 那感觉要求好高啊 有各种的能力结合在一起 就是结合在这研究员身上 对啊 因为像传统在量化还没有兴起的时候 像传统的一些这种扣子大师 比如像巴菲特 你就可以把他自己叫成一个交易员 也可以叫他为一个基金经理 其实都是一样 然后像后来这个量化兴起了之后 因为他也随着就是衍生产品的一些 慢慢的这个复杂程度的加深 所以像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衍生产品 比如说一些CDS options啊 就是Swaption这样的一些产品 他可能在需要一个交易员的去完成各种交易 他自己策略的同时 可能也需要一些量化的这个手段去 因为他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复杂了 他还不足以去分析这个交易本身的一些复杂度 那么这个时候一些Financial Engineer 或者一些矿的 他可能就会去做一些这种比较复杂的Price Model 就是定价模型 然后这些定价模型 他其实就是去分析各种复杂的衍生品 他背后的一些风险的因素 这是我的理解 然后如果说是在一些量化 纯的量化基金的角度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一个矿它本身会去做一些投资策略的开发 甚至到一些这种交易策略的一些 一些代码的一些编写 那么这个时候 它本身既可以是一个矿 去完成很多的模型方面的工作 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员 甚至是一个基因经理 所以根据不同的产品 就是这种公司的 它的这种产品 它的这种 还有规模复杂度 对对对 投资的这个标的 它其实就是分情况而论吧 我觉得这个好像具体 如果细分的话 大家都技能还不太一样 还没有提到那个 high frequency trading 高频交易的技能 好像如果你是 ken engineering的话 那个代码得写得特别好 对吧 对的对的 high frequency trading 其实我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我所了解到的就是 比如像我在读书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同学 非常喜欢这个行业 然后像high frequency trading的话 其实它是对数理的要求 要远远高于对金融 或者经济方面的要求 甚至是对这个统计的 这种机械学习方面的这个要求 要更高一些 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工作 从技能上来讲 就是用各种梳理的方法 或者统计的模型 去挖掘一些高频交易中的一些 Arbitrage吗 对 靠起保值的那种吗 对 这个我懂 那需要代码写得很好吗 需要那个算法和代码写好吗 因为我记得人家面试的小伙伴 他们会考那个algorithm 整天刷那个light code什么的 需要的需要的 这个确实是的 而且像很多high frequency trading firm 他们都会有一些军备竞赛 就是会定期的去升级他们的硬件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显卡 GPU要不要就是做的更大一些 做的更快一些 甚至他们连接一些 标语所的一些光栏 是不是也要做的更快一些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军备竞赛 所以和我目前工作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所以说起来都是量化分析师 或者分析员什么大家要就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 因为你上之前有跟我们讲债券基金吗 这是你的本职工作 那可以讲一下比较跟我们讲稍微专业一些 这个债券基金量化模型的一些很深入的问题吗 你刚才有提到一些Duration 就是可以专门的展开讲解 因为我的工作是和各种债券打交道 那么就是债券它本身的一些风险 比如说它有一些到期期限 它有一些这个票期 那么关于这个到期期限 方良它的一个参数就是叫做97Duration 然后这个Duration根据这个债券 它是固定利率还是浮动利率 也会有很大的差异 然后就是Duration 其中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概念 就是去衡量它对利率的一个敏感度 所以很多债券的管理人 他会看这个97去决定这个债券 对于一个利率的变化是非常敏感 还是相对不那么敏感 然后另外一个关于这个票期 关于债券的票期 它可以是非常复杂的 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一个票期 它就是一个固定的票期 它可能每六个月会一笔固定的票期 直到到期 它也可以是浮动的票期 比如说每三个月或者每六个月 它根据它挂钩的一个浮动利率指数 去变动一个票期的一个值 来对投资者支付这个票期 然后甚至这个票期 它可以嵌入一些 类似于期权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这个票期 可以有一个最高限额 或者是一个最低限额 我们叫cap或者floor 然后另外关于债券的话 它也有一些跟衍生品 比较相关的一些特征 比如说债券 它可以有一些嵌入期权 我们叫做callable bond 或者putable bond 然后callable bond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债券发行人 它可以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 提前把这个债券赎回 那么这个时候 投资者就会面临一个 重新投资的一个风险 叫reinvestment rate 比如说它可能预期 只有这个债券 只有30 但是在到20年的时候 这个债券发行人 提前把这个债券给赎回了 直接就把这个本金 以比如说面值 1000美金 100美金 直接付给你了 那这个时候 你后面还有10年的一个投资期限 这个10年就要重新再去 做一个别的投资 这说的特别好 这说的特别好 因为以前我们都是上课的时候 也学过嘛 就是只是研究到 如何算这个duration 还有这个price的问题 但没有从投资者的角度想过 觉得有人会要买20和30年的 就比方说 你想要为了那个养老 对吧 如果你现在是30岁 你想要6070的时候 这笔钱永远都不去动 放在那边 那你突然50岁的时候 就被人家赎回了 你就要重新计划 如何再投资这笔钱 谢谢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关于债券本身的风险 就是债券还会违约 因为它根据发行主体的不动 像一些公司 它发行的话 它什么时候会违约 它违约之后 你还能拿回多少本金 这个其实也是量化模型 它需要考虑的 去model的一些东西 那么回到一个债券的 这个量化 定价分析师 它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就是去建立一些各种各样的模型 去对各种不同种类的风险的这种债券 去尽可能准确的去预测 或者是计算它的一些风险值 比如说像最基本的一个模型 对一个没有任何嵌入期权 或者是这种奇怪怪的衍生品特征的一个很普通的债券 它可能是一个固定票息的 然后可能是比如说五年或者十年固定就到期的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根据它的cash flow 它的这个比如说未来每六个月会收到一次票息 把所有的这个未来每六个月的这个票息 列成一个excel的表格 然后根据一些比如说internal rate of return 这样的关系 可以来算出来它的一个yield to maturity 那么这个就是它最基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算法 那么这样的一个计算 其实就是用一个excel的一个就是表格 或者一个formula就可以去算的 它其实不太需要一些quant mode 然后在比较需要quant mode的一些场合 是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它有一些签套的期权 然后它的期权可能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发行方 它可能根据利率环境的不同 比如说利率是高是低 可能对于它决定什么时候提前赎回这个债券 可能是有不同的好处的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quant它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会对这个利率的这个曲线 利率曲线大致意思就是说 同一个利率 比如说可能这个国债利率 它可能有over night 比如说一天到期或者是三个月到期 一年到期两年到期甚至十年三十年 那么不同的到期期限 从一天一个月六个月多少年到三十年 它每一个到期的这个期限上都有一个利率 把这利率就是连成一条线 其实就是一个利率曲线 对于债券的很多的这种建模 其实都是要跟这个利率曲线打交道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就是对风险的这个dimension 就是它这个维度就会又多加了一层 它不是单单的对这一个数字去做一个节目 而是就是对可能一个数字 可能和它不同期限的好几个数字 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relationship 它就会有一些这种更高级的这种模型的要求 那你们是看那个academic paper 还是就是自己内部讨论呢 其实对于债券这方面的模型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了 因为像这个战券市场它也存在了几十年了 就是有很多这种很成熟的一些paper 这个paper可能几十年前就会有一些方法 可能最近一二十年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 非常成熟的一套模型 比如说像Howard的model 它就是专门对可以对一个利率曲线去建模 会引入一些这个利率 它的这个随机的一些过程 会引入一些利率的随机过程 然后去对这个利率曲线去建模 那这种很常用的这个模型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是不是如果用R的话 已经有已经写好的package 还是还是你们自己还要写 不太常用 其实你如果在一些 就是比较popular的一些tool 比如说Python或者R里面去找 其实是不太多 因为这一方面的model 感觉还是比较接近于一个blackbox 而且像债券这方面的模型的话 我的理解就是说 很多这种模型 它其实没有一个market standard 就是说像同一类债券 它的这个去算它的duration 或者是算它的一些yield的这个模型 你具体如何去implement 具体如何去实现 它其实没有一个市场的标准 比如说像bloomberg 它作为就是整个market上最大的一个vender 它有自己的一套这个模型 但是你可能具体到 比如说某一个对方基金 或者某一家大的基金 它自己内部的一个team 它自己去implement的时候 它可能又会在同一类模型上 会去做些调整 比如说参数上会做些调整 或者甚至可能会加一两个turn 甚至模型的这种选择上 可能也都不太一样 比如说像同一类债券的 一个利率曲线的建模 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模型 model A model B 那么像bloomberg 它可能去implement的时候 它可能用了model A 那么在一些对方基金 它自己内部去建模的时候 它可能会用model B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一些专业的机构投资者 他其实找一些投资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去问 说你这个公司 对于算这一类债券的风险 你用的是买一类model 然后你觉得这类model的好处 和坏处在哪里 就是如果是足够专业的投资者 他只会问这样的问题 这个非常重要 差异比较大 对 当然就是像这些model的话 像我当时在硕士课程中 其实真的是什么都没学懂 因为就是没有任何工作的接触 就是课上下来 其实也什么都不懂 真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学习 还是在工作中 就真正接触到这些 去做这些 知道为什么去做它 然后这种学习会更有效一些 那你觉得像金融数学 或者金融工程这样的项目 对你之后的工作 有多大的帮助呢 因为你之前也说到 没有学懂 这种 对 我觉得 就比如说像我 当时在项目里面 会接触到的一些课程 他可能会 我觉得帮助还是很大的 他会起码 就是说把学生领 领进这个领域 就是让 就是让当时让我 就是会 会有第一次去感知到 就是这个行业 他可能会跟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打交道 他可能会接触到 什么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你感不感兴趣 或者说你对其中 某一个细分的方向 有多感兴趣 他这个其实对未来的 这个职场 是有很多帮助的 然后另外回到 就是他学的这个知识上面 可能就是说 因为就打个比方 像我所接触到的 债券这方面 他因为没有一个市场 统一标准化的 一个模型 那么可能你在 课程中 你学到的一些模型 可能也不一定 有直接的用处 但是当你如果 有一些标准化 模型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股票 期权啊 这种black shop model 这种非常成熟 然后大家也 统一认可 非常标准化的 模型的时候 这种时候 你学到的这种东西 你会觉得非常的 就是应用性非常的强 甚至如果你 就是去做股票 期权的时候 你的这些知识 都是直接可以用上的 每一个项目 他出来毕业的 就业方向不一样 有一些可能是做高频 有一些是做交易 还有一些是做风险 其实是就是你刚刚讲的 不同发展的方向 对吧 对了 但是对于每一个方向 都会有所帮助 主要是在知识方面 除了知识方面以外呢 你会觉得还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像我当时的话 我的一个感受就是 像我当时的项目 里面有些教授 他直接就是业界 从业的一些矿 一些非常senior的矿 然后他像这样的老师 在当时过门讲课的过程中 他会布置一些作业 甚至就是他工作中 平常会遇到的一些挑战 像这种东西就会 反正当时让我觉得 非常的就是能够接触到 业界的这个工作 他具体是在做什么 然后他会让我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去直观的认识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我感不感兴趣 诸如此类的 然后可能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像 因为像电话 就是还是属于一个 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个 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然后不管是从业啊 就还是求职 都是竞争蛮激烈的一个方向 然后像在这种硕士的 项目课程里面的学习过程中 其实包括和同学们的一些 这种讨论啊 包括一起去准备面试啊 其实也都是 就是 可以 有氛围 比较早一些的 有一个比较好的 接触到一个氛围 一起 不管是竞争的氛围 还是合作的氛围 嗯 那我就确实啊 我以前读MSF嘛 那时候很多年前了 现在大家都不考虑MSF了 直接都是MFE 或者是MFM 就是Financial Math 或Financial Engineer 我这样问到 最后我想问一下 就是就业求职的这个问题吗 因为一开始我也提到很多朋友 尤其在美国的华人啊 大家都倾向于找QR这个工作 而且QR也确实更容易 比其他的岗位更容易找工作 如果你看各大的那个就业的网站啊什么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招聘 甚至嗯 他们也会给你Sponsor 嗯 H1B对吧 然后之后给你Green Card 因为他们知道 就是很多都是中国人在做QR 嗯 所以会有这个考虑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肯定是做过自己的Research了 在找工作的时候 嗯 也听说你换过工作 那么就是你了解 你感觉下来 从你一开始毕业之前 后来之后找工作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 这么多不同属性的QR 那你觉得 哪一种的需求比较多 哪一种需求比较少 我猜想 我猜想可能那个高频教育的稍微少一些 也许多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讲一下吗 就是嗯 小伙伴有个概念 因为他们可能还在 想要去读MFE 然后以后呢 就是就是转转专业 其实很多人都是的 我甚至有一个同事 以前是做税收的 然后后来就变成 Data Scientist啊 或者是量化分析员 就是因为读了一个Master 所以请你给他们一个指引 就是他们可以侧纵 哪一方面更容易找工作 或者符合自己的兴趣 像其实是做就是 量化研究这个方向 其实它也有很多不同 细分的一些领域 像比如说你是可以在银行 做卖方的一些定价 或者是一些风险 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同的基金公司 比如说高频交易 或者是对冲基金 或者是公募基金 这些不同的系统领域 它其实做的东西 相互之间甚至可以说 差别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从一个职业的发展的角度 我会觉得说 每一个人他之前所积累的经验 和他当下所感兴趣的这个方向 可能会是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就是说你对哪个方向感兴趣 那么你之前积累了哪个方面的经验 他可能会对你日后的这么一个工作的一个寻找 找工作概率更高一些 拿到offer的概率更高一些 也是的 我觉得这样说也是对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对于像 如果说经验比较少的一些刚毕业的同学 这场新人的话 我会觉得就是说 可以多做一些实习 然后多尝试 会多去感受一些不同方向的一些东西 然后对于每个方向会有一个自己更至关的感受 会去能够比较早的知道一些自己对什么方向更感兴趣 这样会 因为我觉得最终都是 找到一个方向是最重要的 如果找到了一个方向 后面的事情都会轻松很多 所以说难度也不是说 这个这某一种岗位的需求有多大 还是说你就是这方面是不是更有经验 然后也也更match你自己的 这样子在找工作比较顺 会比较顺利一些对吧 对 是的 因为就是说可能确实会存在 比如说某一类工作可能 需求会少一些 某一类工作可能需求多一些 但我觉得就是你结合到个人身上 如果你如果你对一个方向的这种兴趣不够的强 然后你对一个方向投入的精力 投入的 比别人还要多 然后 对 不够的多 对 我觉得 我觉得相对而言 那个 会脱颖而出 学修的多少 对的 那你还有什么一些建议吗 在找工作 对 给小伙伴们一些建议 对 我觉得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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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最后给一些建议的话 就是我觉得在找一个具体的工作的时候 如果有针对性的加强一些这个工作他所看中的一些experience或者技能 那么抓住这个experience或者技能在准备的过程中去做一些项目 积累一些这种项目经验 就是让你能够足够上手的 比如说无论是编程的一些项目 还是比如说关于数据啊 关于各种他的whatever 各种各样的这种项目的经验 他是能够最直接对应于这个工作岗位需求的 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经验上的加分 我很同意说的这个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矿方向毕业嘛 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有一些实际的经验 其实招人的时候会很加分的 就是 他们觉得你有相关经验里招建立把就能上手嘛 所以说这块还是挺重要 然后如果是刚毕业的话 我觉得networking其实也算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当然能力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说你能去跟一些学长学姐coffee chat 然后在他们面前展示你自己 他们其实也是愿意给你提供这样的机会的 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些分享 那节目的最后呢 非常感谢Charles今天跟我们讲了很多 关于这个债券建模的这个方向 并且分享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一些找工作的建议 那节目的最后啊 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讲的 不管是针对准备去申请 或者说已经在读 或者说是未来想要转方向的这些人 有什么样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话想说 对 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方向吧 好呀 那Celena呢 有什么想跟大家讲的吗 或者分享的 就是我听说有现在有读MFE的呢 那个或者MF的呢 年龄都不一样 有很多 当然大多数是还刚刚毕业 本科毕业的 但我也听说有40岁啊 30几岁啊 他们想要转方向的 因为QR真的很火 我也看到长期的需求是一直很大的 所以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的 小伙伴们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想一想 是不是要申请这个专业 好的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Celena和Charles 与我们一起的陪伴 也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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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进视角聊人生 感谢您的收听 请在各大播放平台和公众号上 搜索金视角 订阅我们的栏目吧 金融的金 事件的事 角度的角 一键三连 从我做起 我们下期再聊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